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一天 肖瀚在地下停车场遇见美女模特 悠悠 悠悠的裙子不小心被蒸汽掀起 没有发现肖瀚的悠悠 调皮地玩了起来 在看到镜子时 更是对着镜子各种摆pose 殊不知这块镜子是双面镜 导致肖瀚误以为悠悠在了拨自己 一时间弄得肖瀚心跳加速 激情重燃 回到办公室后 肖瀚发现悠悠就在自己对面的马总办公室里 肖瀚便用办公电话约悠悠吃饭 这时工作人员推过来的衣架刚好挡住肖瀚的视线 导致肖瀚约到的是马总 但他并不知情 严妮饰演的马总以为肖瀚喜欢自己 于是满心欢喜地赴约 以为约到的是悠悠的肖瀚 正准备赴约之时 肖瀚的室友小沈阳饰演的刘磊被老婆发现出轨 刘磊老婆前来请求肖瀚夫妻二人前去帮忙捉奸 导致肖瀚无法脱身 让马总白等一天 以为自己放的是悠悠鸽子的肖瀚 第二天在停车场等候悠悠想给悠悠道歉 没想到等来的是马总的暴怒 并不知道产生误会的肖瀚觉得莫名其妙 但鉴于马总是自己的老板 肖瀚敢怒不敢言 此后的肖瀚越发想念悠悠 见到悠悠的广告牌都能想入非非 艾伦饰演的艾木在帮助肖瀚约会悠悠的过程中 对马总一见钟情 所以经常偷偷的送马总盆栽以及信件 可各种机缘巧合下 却让马总更加误以为她是在替肖瀚表白 而肖瀚那一边一直在室友们的帮助下 想尽各种办法琢磨如何才能约到悠悠 好不容易等到悠悠主动约肖瀚见面 高兴坏了的肖瀚提前来到见面的房间 却在常见的神助攻下被马总截足先登 为了讨好上司马总 常见把悠悠拦回 让马总与肖瀚约会 肖瀚只好把马总灌醉 并叫来爱慕带走马总 与悠悠的约会又泡了汤 肖瀚直言悠悠让自己找到生活的激情 让室友们务必帮自己约到悠悠 最终在情圣五剑客的共同努力下 肖瀚与悠悠终于见面 可惜两人话才说了几句 悠悠的男友就在外敲门 肖瀚只好从窗户跳出躲在阳台 一直等到天亮 最后肖瀚还是没有抱得美人归 但这样的结局却不会让人感到有任何遗憾 影片通篇都在讲述的是肖瀚一直想背着老婆偷心的事 看起来三观不正 但从结局安排 以及最后肖瀚跳楼闪回床上的镜头来看 冰冷的阳台已经灭掉了肖瀚想要出轨的激情 即使肖瀚最终也只是在精神上达到出轨 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这已经不可原谅 所以他要在精神上跳楼一次 以此救赎